中国空军参赛战机,全部飞地比赛机场,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0118航空飞标赛时,特约记者梁太摄影报道,当地时间7月21日傍晚, 俄罗斯辽战州加吉列沃军用机场,战旅过后,彩虹横贯天际,时期15时分,北京时期20时25时分,随着最后一架坚持A飞机平板着陆,中国空军参加航空飞标200118国际军事比赛的战机,全部抵达加吉列沃军用机场,此次转场飞行,境外飞行6个多小时, 触控6K和部分1276飞机,从国内机场直飞加吉列沃军场外,其他战机均采取了鲸蜓猫跳的方式,年轻飞行员自主领航, 根据飞机类型和起降机场,天气条件规划多条航线,制定了多套战场预案,成功克服降落机场低云降雨,航路雷棒,强队流天气的不利因素,顺利完成转场任务, 中国空军参谋长助理王刚介绍,此次空军共派出尖10A、尖轰7A、轰6K、运9、1276的五型战机,分别参加航空飞标比赛项目的尖机机、尖机轰炸机、轰炸机和运输机四个组别比赛, 参赛飞机种类和数量,均为历年出国比赛最多第一次,此次参赛飞行员也较为年轻,年龄都在35岁以下, 这是他们军旅生涯,首次驾驶战机出国参加比赛,当地时间7月21日,尖10A飞机抵达比赛机场, 当地时间7月21日,尖10A飞机飞行员打开舱盖,人本在天空中的彩虹落在了机舱内, 当地时间7月21日,尖10A飞机在低云降雨条件下,设立到达比赛机场,